12月27日杨子官宣成为暴龙眼镜代言人 这也是姊妹在5个月内拿下的第10个代言 要知道暴龙眼镜在国内属于高端品牌 无论是销量还是口碑都位列前茅 上一位代言人还是暴剧女王杨幂 而如今杨子能被品牌方青睐有价 足以可见她在内娱的咖位有多大 事实上自从长相思大报后 杨子的时尚资源就一直不断 不仅解锁华伦天奴的高涉代言 品牌方更是拳王9个平台同步官宣 而杨子的影响力也不负所托 当天她手中拎着的水桶包就被访购 姊妹也受邀参加华伦天奴晚宴 即便她坐着不动都会有人前来搭话聊天 除此之外杨子也成为时尚杂志的新宠 仅是上半年就解锁了13刊20封 不拘一格的时尚表现力 让观众看到杨子不输任何人的时尚品位 其他各大品牌更是竞相找杨子合作 法国贵妃品牌依非单认定杨子为唯一代言人 齐瑞汽车邀请她成为全球代言人 可见杨子现如今的商业价值究竟有多高 回想她曾经没有商业价值被换掉角色 与现在相比可谓是青州已过万重山 就那时候才知道一个演员你要有商业价值 不然你是会被换掉的 而如今她再也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小角色 真正成为了自己人生的主力军 在实现商业价值乘风破浪的同时 作品这方面杨子也是肉眼可见的出色 因为她每部剧都成为现象级的爆款 甚至在剧播出后仍会频繁登上热搜 就连她本人不在场的综艺节目 都会被频频cue到作品和名字 所以越来越多知名导演向杨子抛出橄榄枝 再加上她手握六部带播主演作品 并且每部都有实力强悍的班 是典型的以作品和爆剧为基础出圈 纵观现今90后花旦能做到如此的实属不多 而优秀的杨子却没有停下前进的角度 她接下来将12月28日会出席高杰斯的抖音直播 12月31日又将亮相湖南卫视的跨年晚会 这繁忙的行程安排 内娱第一女鼎流果然名不虚传